一刀競選總部第一件事就是跟鄉親擁抱 擊掌新北市第十二選區立委綠地變藍天 國民黨廖先祥自行宣布當選 開心表情全寫在臉上 我這一次已經確認當選 我們新北市第二十二選區的立法委員 也謝謝大家的鼓勵跟支持 神神一鞠躬感謝所有選民支持 如今從地方踏進中央 廖先祥也透露第一件要爭取的建設 相對勝選的熱烈氣氛相隔不到一分鐘路程 賴平渝的競選總部則弥滿低氣壓 爭取連任失利 賴平渝以待哽咽向選民致歉 除了感謝每一位支持者 也承諾對臺灣努力的心不會中斷 這只是一場選舉 我們還是要繼續向前 繼續去努力 未來我也會在不同的崗位 繼續為臺灣努力 繼續為臺灣打拼 新北第十二選區涵蓋 細紙 金山 萬里等七個行政區 從開票以來藍綠票數就持續拉鋸 廖先祥的父親廖正良在開票過程中 也到進總盯場 雖然賴平渝贏下其中的五個選區 一度取得領先 但在最大票倉細紙區被廖先祥逆轉後 就一路拉開差距 選舉的過程中一定會有一些不愉快 那我也謝謝他的指教 謝謝他的付出 那後續我就會接棒 然後來做更大的努力 也祝福我的對手廖先祥先生 進入立法院之後 能夠好好的 為鄉親做建設 藍綠正二代對決落幕 無論勝敗 兩人依舊保持風度 選舉過後繼續為地方人民打拼 好知新聞 張正方伯峰 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